来看一下车尾啊车尾这个尾箱 尾箱的标准状态下呢 它的容积是520升 然后放倒之后呢 可以进一步的扩充啊 座椅是可以放平的 这里可以 一些出口轨 可以将一些充电器啊 什么的充电线放在这里啊 旁边也有传过了 这款车是没有备胎的 DM是没有备胎 它只有一个堵胎叶 同时呢 这款车还支持反向供电 反向供电的话 这个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在塘上就有镜油了 可以看到这也是反向供电了 能够这里 然后这里 写上 现在是车 关车窗 没有问题